男人为了阻止心爱的女人去和亲而发动政变成为了皇帝 而女人却被自己的妹妹欺骗喝下了毒药 她是帝国的七公主伊威 也是唯一反对奴隶制提倡善待奴隶的皇族 因此她成了皇室的眼中钉 被送去和亲 然后那个男人出现了 米卡尔仅用一周便聚集了皇宫内所有奴隶造成功 称帝后她下令消灭所有皇室的血脉 于是海德拉米皇室就只剩下一位和八公主罗塞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 伊威每天都在等待被处死 她知道罗塞将会是皇室的唯一幸存者 象征帝王的贤者之时只对皇室血脉有反应 而罗塞对米卡尔一向死心塌地 肯定是最佳人选 这天夜里米卡尔出现了 他告诉伊威 如果当初他选择自己做专属骑士 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原来皇族可以在皇室亲为骑士团中选择一人 作为自己的专属骑士 他要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公主或王 但在皇族眼里 他们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消耗者 伊威反对这个制度 所以一直都没有选择 而罗塞对米卡尔一见钟情 便抛弃了原有的专属骑士选择了他 伊威觉得 米卡尔从一开始就想要利用罗塞 所以自己即使选了他也不会有改变 不过 或许至少不会被处死 毕竟他需要一个愚蠢的傀儡工作 米卡尔对伊威的话感到无奈 没等继续说什么 他便被八公主叫来的人之走 没多久 罗塞却来了 伊威没想到他竟然怀孕了 还是米卡尔的孩子 可是据他所知 被皇室以炼金术造出的奴隶 不具备生殖能力 罗塞告诉他 是借助了贤者之实的力量 而他来找伊威是因为 听说他今天就要被处死 听到这个消息 伊威并没有太惊讶 罗塞跟他提起了父亲和姐姐 被自己的专属骑士处死的惨烈场 还告诉他 已经定好了处决伊威的人 就是最想杀他的米卡尔 被妹妹蛊惑喝下了毒药 却不知道男人使他如命 伊威不知道米卡尔居然这么讨厌自己 或许他觉得自己只是表面上 和其他皇室不同的伪善者 罗塞继续添油加醋 询问伊威知道 自己今天会被处以什么形态 即便伊威表示不想听 但罗塞依然自顾自地告诉他 他会被顿斧头斩首 至少砍五次甚至十次 伊威已经被吓到浑身发抖 罗塞的目的达到 伪善地表示自己会帮他 他递给伊威一瓶颠气 喝了他就能没有痛苦地快速死去 伊威想要再考虑一下 但罗塞不会给他思考的时间 他要看着伊威喝下去 送他最后一程 罗塞拧开瓶盖 毒药的气味缓缓弥漫 蛊惑着伊威顺从地接过颠气 仰头一口喝了下去 药效发挥得很快 迷流之际 伊威听到了罗塞自言自语 颠气的花语是祖宗 他疯狂地大笑 这下再也没有人爱舍 尼卡尔和皇妃之位都是他的 尼卡尔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大呼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塞告诉他 姐姐选择了自杀 他说自己作为皇室的血脉 要以死来输 尼卡尔立马开到毒药室罗塞给他 听着他自以为是的 表述自己的状态 尼卡尔杀气毕露让他毕露 他轻轻抱起 以为就要离开 罗塞却拦下了他 他以肚里的孩子为妖怪 以为尼卡尔会乖乖听话 却换来对方不懈的冷笑 为了支配贤者之识 他才要借助罗塞生一个孩子 他都不知道他肚子里是谁的重 那只是一个未经验证的 炼金术实验体 谁知道是人还是怪物呢 尼卡尔不再理会罗塞 吩咐人把他带走 他心痛地看着怀里的依偎 他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他呀 随后他吩咐一掌 召集全国的魔法士和炼金术师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 救活依偎 奴隶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皇女 于是为了把他永远留在身边推翻了皇室 尼卡尔是皇室利用炼金术制造出的霍门克鲁斯一族 在魔法和剑术上天赋一饼 被洗脑要一辈子效忠皇室 而皇室让他们参与各种威胁的人 即使被选为皇室轻微骑士 也只是皇室的奴隶 而伊维则是整个皇室中唯一反对奴隶制度 改善霍门克鲁斯待遇的皇女 她因此成了最不受处的公主 遭受不公平待遇和蔑视 但她却是霍门克鲁斯圈子里的女人 他们都想要成为她的专属骑士 但她却从未做出选择 尼卡尔不知不觉中无法自拔地爱上伊维 她本想默默守护的 却在得知伊维即将被迈往他国时下病的决心 她推翻了皇室 只为了把伊维留在身边 但她错了 尼卡尔抱着死去的伊维已经四天没有适合了 她知道贤者之时能触发奇迹 但需要皇室之心 便让人把罗塞压过来把偷卡 没有伊维 帝国或者贤者之时都没什么意义了 这时 云山之灵的贤者出现了 她告诉皇帝 复活皇女是不可能的 但是她可以让时间倒转 只不过代价很高 会耗尽一半的贤者之时 尼卡尔轻轻地放下伊维 表示怎样的代价都无所谓 贤者开始准备仪式 他提醒皇帝 贤者之时是与拥有皇室血脉的献祭者相连的 所以时间回溯是以七皇女为中心的 也就是说只有伊维能记得发生过的一切 如果他这次又没选择尼卡尔 他将再次受挫 但那都没关系了 只要能让伊维活着 仪式开始 悠悠的光芒慢慢溢出 照耀着年轻的皇帝和沉睡的皇母 尼卡尔俯身靠近伊维 夺目的光芒中 他的声音低沉而悲伤 伊维 我希望重生后的你 要么选择我 要么杀了我 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模样竟然变得很年轻 他以为是自己被关起来的时候 因为后悔过度而疯了 因为时间倒转是非常高级的炼金术魔法 需要达到闲嘴的程度 类似自己的老师那样的人才能做到 此刻 伊维十分想念自己的老师 在那之前 他决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一下 从镜子中的容貌判断 他大戴二十岁左右 这样的话 压榨霍门克鲁斯 把他们内入后宫的三皇女布罗 还没有被册封为皇太女 米卡尔还没有掀起反叛 给自己毒药的罗塞也还没有和他相遇 所以 现在是一切开始之前 这一次 为了所有人 他一定要成为皇太女 为了确定现在究竟是什么时候 伊维询问自己的贴身侍女赛德 接下来有什么重要日程 得知下周将举办八公主罗塞的二十岁生日宴 伊维浑身一惊 他强忍住被罗塞欺骗的不是 如果他即将二十岁 那自己现在应该是二十一岁 年轻了整整八岁 塞德感叹 二十岁生日最特别了 因为生日当天 皇子或公主会亲自挑选自己的专属骑士 听说霍门克鲁斯们 抢着要成为八公主的专属骑士 毕竟他是帝国白玫瑰 最有趣的是 八公主早就定好了人选 就是阅兵仪式上那个一头银发的希尔 伊维觉得 他确实很适合被称为帝国白玫瑰的罗塞 因为他不仅剑术和魔法超群 还拥有一头与众不同的银发 对皇族来说 他就是最华丽的装饰品 然而这个华丽的装饰品 却在三年后惨遭罗塞的抛弃 因为米卡尔出现了 伊维觉得 米卡尔是故意接近罗塞 以他为垫脚石 推翻帝国成为了皇帝 所以这次他一定要阻止米卡尔 尽量把他们俩分开 塞德告诉伊维 其实也有很多霍门克鲁斯想成为他的骑士 伊维并不相信 他只是个不受宠的公主 即使塞德信誓旦旦地表示那是真的 伊维也只觉得他是在安慰自己 他知道塞德一直担心他 是自己太固执才连累他一起受过 这个女人一句话 竟然就符合了一个骑士的心 伊维受母亲的影响 觉得霍门克鲁斯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于是一直提倡改善他们的待遇 但却被皇室视为眼中钉 就连生活费也被缩减了 前世他被关起来后 塞德也被赶出了宫 这一世 伊维发誓一定会让塞德过上好日子 他们要一起过好日子 如果现在真的是八年前 米卡尔应该还被关在宫中监狱 为了不再重蹈覆转 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 他得去见父皇 由于他的父皇膝下有十八名子女 所以皇子皇女们请安会随机挑选四五人一 就算作为皇女 想要拜见父皇也要等待好日子 伊维觉得没有比早上请安更合适的场合 恰好这天早上伊维要去请安了 捧他一起的还有四皇子五皇子 还有三皇女和八皇女 如果是和他们俩一起请安的话 伊维不由地想到了那一天 就是掉进步罗姐姐圈套的那天 他在父皇面前彻底失宠 伊维觉得既然是如此重要的分叉包 必须要好好规划一下 首先 就是要放弃兽气包的形象 皇宫的走廊上 一袭惊艳红裙搭配飘逸但金色长发的伊维 让人很内心 八皇女突然叫住了他 面对前世杀了自己的凶手 伊维强忍自己的怒努 但现在不是暴露情感的时候 他只能微笑掩饰 并夸赞罗赛今天格外美丽 换来对方敷衍的称赞 伊维注意到罗赛身后银色长发的希尔 上一世被罗赛砌如碧鱼 这一世他不会就那样放任不管 伊维表示听说 他是剑术与魔法都很优秀的权能骑士 希望他能遇到优秀的的主人 希尔明显的有些惊讶 因为他的话让他深受感动 高贵血统的人第一次看到他 实义般都只会对他的银发感兴趣 原是唯唯诺诺的皇女重生后支冷起来了 伊维和罗赛到餐厅的时候 其他人已经到了 一落座 四皇子和五皇子便开始 伊维在所有成员都是金发的皇室里 掺着清零色的金发是他卑贱出身的象征 他突然不理解那时候的自己 为什么那么悲惨 明明不算什么的 现在的他不该对这种不还好意的嘲笑有所好 两位皇子对伊维的微笑感到差点 他们当然不知道现在已经与上一世不一样 现在对伊维来说最重要的是布罗和罗赛 还有他们的父皇带到皇帝落座后 伊维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他先是用自己专门为父皇准备的 缓解头痛的如意宝茶刷了一波后 然后在罗赛提起专属骑士的话题上一反常谈 表示自己现在想要专属骑士了 这样的反应让众人震惊不如 毕竟伊维向来是拒绝的 皇帝为他的改变龙颜大悦 邀请伊维到自己身边详谈 而伊维也借机提出自己看中了空中监狱的怪物女查尔 空气忽然变得异常安静 四皇子更是指责伊维无理取道 那是连父皇都没能驯服的怪物 他怎么敢给他刻意 伊维反问他难道在说父皇失败 分明是那个霍门克鲁斯本身有问题 四皇子也意识到自己的誓言急忙到急 皇帝的脸色有些难看 那是个拒绝效忠洗脑的危险家伙 但因为能力出众被囚禁在空中监狱 伊维知道 自己想对这样的霍门克鲁斯进行课议 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是在挑战皇权 他需要慎重的发言 伊维先是恭维了皇帝几句 随后他怀疑是米卡尔的摩纳循环出问题了 而不是真心想拒绝父皇的制度 他是想解决这个特例 所以选择了他作为专属骑士 最后 他想利用从父皇那里继承的能力 解决这个问题 皇帝深思过后最终同意了伊维的提议 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亲近所有道转时间救活的女人 终于为他而来了 得到许可的伊维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霍门克鲁斯训练所 每年大约100名霍门克鲁斯 被创造出来转移到这里 15年间他们为了成为皇室的奴隶 经受严酷的训练和教育 通过审核后 就算排名上游也只是轮轮皇室的消耗管 更别替排名中下游的人了 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叛乱才怪 伊维在训练所转管埃尔的引导下 前往空中监狱 训练所内的霍门克鲁斯 由于佩戴着格局魔力的磨纳循环束缚圈 发色都是浅色 只有摘掉束缚圈才会拥有深色的发色 所以一头银发的希尔才会那么凉 而米卡尔现在也是佩服束缚圈的状态 说着话他们便到了 一头粉色头发的米卡尔出现在伊维眼前 这是前世今生伊维第一次见到这个样子的米卡尔 两人对视的瞬间伊维整个人正中 埃尔让米卡尔给皇女殿下心 听到是皇祖 米卡尔明显地有些嫉妒 伊维阻止了要动鞭子的埃尔 一个人轻轻落在了监狱前 他让他们都退下 自己要单独和米卡尔待会 伊维静静地站在米卡尔身前 和那时完全相反 他被关在铁龙里 而他过来找他 他不禁在想 这时候悲惨的米卡尔 如果看到被关起来的伊维时 此刻的怨恨会不会多少得到些补偿呢 即便如此 上一世的米卡尔对伊维还算友好 他想到那个让自己选他做专属骑士的米卡尔 所以这一世 他来选他了 伊维抬手解开了米卡尔的锁面 见对方问他为什么来这里 伊维也不含糊 解释是为了任命他为自己的专属骑士 随后他介绍自己是帝国的七公主伊维 而米卡尔分明听说七皇女拒绝选择专属骑士的 伊维解释之前是那样 但现在他需要了 女为了得到心意的男人真是费尽心机 伊维告诉米卡尔 他是为了得到他才来的 看着对方满脸的不信任与失望 伊维再次重申 他不是因为需要一个可以肆意对待的奴隶才过来的 他只需要他 米卡尔想知道原因 伊维现在没法说明 但承诺如果他成为他的专属骑士会告诉他 但他可以保证会最大限度地给予米卡尔作为骑士的尊重 尤其是不会利用刻印的威力强迫他做一些屈辱性的事情 伊维也知道这对米卡尔来说没什么幸福力 除了请他相信自己没有别的办法 面对伊维再次真诚的情绪 米卡尔告诫自己清醒过来 毕竟这个女人是皇族 他因为无法接受洗脑被皇帝拳打脚踢关进空中监狱 发誓绝对不想侍奉皇族 伊维的话再次想起 和他一起从这里离开吧 是啊 只要能从这里离开 就算之后带着脚料也无所谓 米卡尔最终接受了那只手 把我从这里带走吧 在进行刻印之前 米卡尔告诉伊维 拒绝皇帝的忠诚宣誓仪式不是他的自主意识 如果没自信的话 现在退出还不玩 勉强自己最终失败的话会危及他的生命 仪式开始 闪耀的金光流转在两人周边 伊维明显地感到了吃力 米卡尔也注意到了这里 随着魔力不稳伊维的身形有些摇晃 米卡尔让他停下 这样下去会遭到反噬 对他来说很危险 细密的汉珠从伊维的脸颊冒足 他却只说没事 来之前 皇帝跟他提了条件 如果刻印失败 就要亲手把米卡尔杀了 所以他不能失败 一定要得到他 随着啪的一声 伊维头发上的发式碎裂 米卡尔才注意到 原来这些发式都是被禁止使用的 贤者级别的增图炼金石 这些都是伊维母亲的遗物 今天这种日子 他想要借助一下母亲的力量 随着所有的发式发出霹里啪啦的碎裂声 周遭的魔力暴涨 人情皇女两世都被同一的男人 用同一种方式聊过了 随着光芒渐渐散去 刻印终于完成了 伊维还有些不可置信 但米卡尔受到的冲击更大 他不受控制地推开伊维 眼见的伊维就要掉出监狱 米卡尔在最后时刻拦住了他 他的发色也随着 摩纳束缚圈的解开尔变成了黑色 被救回的伊维还没站起 就害羞地逃到了一边 他还是第一次和异性亲密接触 米卡尔对此刻的状态很无奈 他觉得专属骑士还不如奴隶 因为总是战战兢兢生怕主人受伤 意识到他口中的主人 就是自己的伊维却无力地摊倒 米卡尔真的成为自己的专属骑士 他真的做到了 刻印成功的伊维得到了很多金币奖赏 甚至还赏赐了新的佣人 回去的路上他遇到了希尔 得知皇女选择了米卡尔作为专属骑士 希尔难难着表示如果想要骑士的话 身边也有 意识到自己誓言的希尔表达了祝贺后便离开了 留下一位愣愣地不知道什么情况 回宫后米卡尔也已经换好了质子 看着眼前的美男 伊维好像有点理解 罗塞为什么对他一见钟情 伊维知道刻印只是权宜之计 米卡尔肯定会成为过门克鲁斯之王 如果他决意叛逼 自己是阻止不了的 所以为了变得清静一些 伊维决定亲自泡茶 这么贪赖 上一世他们在一起喝过一次茶 本来只是客套一下 没想到他真的喝了 还说茶的香气和色泽他都很喜欢 特别是茶色和他的眼眸很像 伊维当时听后羞红了脸 而他却毫无所谓 之后他很快就去找罗塞了 回过神的伊维询问米卡尔离开训练所的感觉如何 徐徐的微风吹动着伊维的长发 远处传来树叶沙沙拉拉的声音 灿烂的阳光在不断地反射 下映在他坠满花式的连衣裙上 米卡尔不由地感叹 和他的发色一样的东西还挺多的 伊维解释自己的发色还不至于是草绿色 是清零金色属于金发 米卡尔赞同地点了点头 温柔地注视着伊维缓缓地开口 果然很美 没能想到 专属骑士的第一项任务竟然是事情 伊维没想到那么憎恶皇族的米卡尔会赞美自己 难道是因为刻印的关系 想到这个原因米卡尔感觉很不好 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会不知不觉对皇族献上忠诚 经历过一世的伊维笑着让他放心 那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但就是这份笃定却让米卡尔感到好奇 自己已经够奇怪了 有这种断言的皇女更特别 还允许自己不说近 本以为刻印结束后皇女的态度会有多肯定 没想到却都好好的旅行了 说着话 茶已经泡好了 米卡尔提起之前皇女说过的 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她的专属骑士的礼 伊维坦言 她会成为皇太女 当然最终目标是成为皇帝 而目的则是解放霍门克鲁斯 看着皇女认真的表情 米卡尔很快便相信了 想成为皇太女的话 政治能力不用多说 社交界的地位也很重要 而进入社交界就需要带着专属骑士 这样一来 首先要通过这周的忠诚宣誓一试 然后是八皇女的二十岁生 那会是他们的首个正式活动 也是皇女在社交界的众生之日 意味让米卡尔有需要自己知晓的日程 就告诉她 米卡尔表示专属骑士一贯是 跟着主人的一举一动行事 一般从起床到入睡都在一起 平时在妇楼的亲卫骑士团的专用宿舍里 提起生活并接受严苛的门 只不过专属骑士可以免除夜间查起 因为要为皇族事情 这样看来 按照惯例 简则是当天会以检验为名秘 让霍门克鲁斯事情 米卡尔一脸黑线地抬起头 正好迎上皇女的一声惊呼 吓了她一跳 只见皇女看了眼窗外 提醒她已经到晚上了 随后她眼神迷离地看着米卡尔 悠悠地开口 那么现在 米卡尔呼吸一致 看着皇女微笑的脸庞 冷汗都冒了出来 难道 要做吗 那个检验 兄弟伸出脚 让男人亲吻她的脚背 米卡尔紧张地吞咽 难道要做了吗 那个检验 谁知意为的一句让她回去好好休息 把米卡尔下了个重心不稳 看着一脸无辜表情明朗的皇女 米卡尔羞愧地发现小丑竟只有自己 临走时 塞德叫住了她 她告诉米卡尔 殿下亲自泡茶的情况迄今为止只有三次 练金术老师 摩塔主 还有去世的第四皇太后殿下 全都是殿下十分静定的人 但现在米卡尔成了第四人 她只是想告诉她这些 米卡尔听后表示会牢记的心 第二天 两人来到皇帝面前接受忠诚宣誓 皇帝还记得米卡尔曾经拒绝自己的祝福心理 伊维解释拒绝仪式并不是她的本来 而是她的摩纳循环出了异常 自己到的时候问题已经部分显露出来了 稍微引爆嘴色的部分就解决了 她强调自己的运气真的很好 皇帝听后有些不满 伊维将这归结到运气 她问她在害怕什么 接着皇帝的脸色一遍 笑着问她为什么害怕暴露自己的能力 就这么恐惧皇位吗 伊维可不认为父皇会给出这么有利的解释 她表示自己因为敬畏父皇 所以总会不自觉地放递姿态 这话显然让皇帝很受用 她不再计较 然后让米卡尔上前来跪下 伊维还是有些不放心 她从背后悄悄地握住米卡尔的手 米卡尔有些欣慰 她小声地让皇女别担心 然后走到皇帝跟前跪下 只见皇帝撸起袖子一把摁到了米卡尔的头 开始进行忠于皇族的宣誓 这个述速令仅次于刻意 结束后米卡尔的神情明显有些呆滞 而皇帝很满意她的状态 随后她伸出脚 要求米卡尔亲吻自己的脚 这是二百年前对待奴隶的屈辱性命 伊维不由地留下了冷汗 她现在如果上前阻止父皇的话 对米卡尔而言会适得其反 而憎恶皇室的米卡尔会照做梦 丁秀的男人总是会惺惺相惜的 尤其是他们在意同一个女人时 米卡尔强忍不是低头亲吻了皇帝的准备 伊维很清楚她内心的抗拒 想要安慰她却不知从何说起 米卡尔缓缓地开口 和你那时候完全不同 你对我刻印的时候几乎没有这种恶心的感觉 伊维抬手俯上她的额头轻轻地撩拨 似是要扫去被皇帝触碰的痕迹 她告诉米卡尔 辛苦了 你忍耐得很好 从现在开始 为了不再让你经历这种事 我会保护你的 皇女的话像冬日的暖阳照进了骑士冰封的内心 在那一刻 她有种欲感 如果是跟她一起 应该还不错 伊维开始为自己参与夺敌准备条件 成功刻印尼卡尔已经让她展露头条 然后是稳定处所的升级 为此 她吩咐赛德去收购炼金术攻防 从今往后才是关键 布罗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后部 除了积攒了不少公斤 更重要的是 她背后的势力是最准备的 伊维也需要可以与之匹迪的避兰 而这次罗赛德生日宴就是个好机会 她已经准备好了两个需要接触的人 现在只需要等待赛德负责的事情完成就可以 伊维突然想起了米卡尔 她有点担心她会遇到罗赛 毕竟有前车之剑 只要在罗赛刻印之前 两个人见不到就行 训练场上 米卡尔显然是这里的灵人 大家都对她窃窃私隐 但在见识到她的武力 就哑口无言了 希尔上前称赞她的剑术并递给她一瓶水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两人显然对对方都有所耳闻 希尔好奇接受皇族刻印后是什么感觉 从她的字里行间 米卡尔猜到她是有自己在意的皇族 为了安慰希尔 米卡尔告诉她 保留有自主意识是好事 反正对皇族而言 霍门克鲁斯是厌倦了就会随时抛弃的物品 听了这话的希尔有些错误 愁愁之后她犹豫着询问米卡尔 那么你认为 七皇女殿下也会抛弃你吗 奴隶怀疑自己被皇女调戏了 面对希尔的提问 米卡尔无声地沉默了 希尔表示她应该没必要考虑被抛弃的可能性 七皇女不是那样的人 随后两人握手相约下次一起对恋 离开的米卡尔知道自己刚才瞬间失去理智了 是因为希尔说的话吗 为什么这么生气 这也是刻印带来的影响吧 一个声音叫住了她 以为到底还是因为不放心 于是借口散步过来找她了 顺便打探一下米卡尔有没有遇到其他皇女 随后她邀请米卡尔一起走走 有个想带她去看的地方 这是由魔法和炼金术结合的温室 米卡尔很喜欢 她虽然是炼金术的名外汉 但对魔法属性很在行 能够感受到摩纳的精细流动 以为意识到 霍门克鲁斯通过炼金术被制造出来 却不能使用炼金术 另一方面 他们是不可能通过胎生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普遍认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 但上一世罗塞却利用贤者之时 怀上了米卡尔的血泪 又是怎么做到的 正想着入神时 米卡尔叫住了伊维 问他在想什么 伊维脱口而出自己在想怀孕的事 空气忽然变得有些凝滞 看着米卡尔瞬间羞红的脸 伊维才回过神来 急忙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尽管他竭力解释 米卡尔还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看着自己说 伊维能有什么坏心思 无非是眼前只有他在 所以只求他别把自己想得那么奇怪 他猛地站起表示该回去了 心底暗骂自己没管住嘴 却没注意到前面带路的米卡尔 已经红到了昂登 终于来到罗塞生日宴当天 伊维和米卡尔都进行了 冗长的梳妆和打扮 尤其是要把米卡尔打扮的 和黄女不相上想 所以不光是脸 就连身体也要化妆 而且在宴会上 专属骑士都要佩戴黑色脸丝眼着 用来在喧闹的地方 区分霍门克鲁斯和贵女 也是为了让霍门克鲁斯 不与他人对视 是用来证明私有误的道具 两个人分明不是恋人 却公然向彼此说着情话 随着窗外绽放出绚丽的烟花 众人知道八黄女的检则是完成了 伊维轻声尼南 最终还是希尔成为了 罗塞的专属骑士 米卡尔看着他心里有些吃味 提醒黄女如果对其他黄女的 专属骑士感到可惜 自己会很为难 况且还当着她的面这么说 伊维自然不会承认 对他来说只有米卡尔一个 还反过来提醒他 今天见到罗塞后 可不能羡慕希尔 自己专属骑士的位子 绝对不能让出去 米卡尔立马起誓 他只会侍奉黄女殿下 粉色的泡泡在两人之间流转 惹得众人不由的心神荡漾 生日宴终于开始了 七黄女的出场 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众人还有点不敢相信 角落里的闲者 怎么会参加生日宴会 只见七黄女一席 优雅长裙搭配精致妆容 挽着一个高大英俊 带着蕾丝眼罩的男人 闪亮登场 宾客们震惊不已 坊间传闻竟是真的 七黄女有专属歧视了 伊维抬头询问米卡尔 第一次参加宴会感觉怎么样 米卡尔透过眼罩 看着眼前的黄女 此刻才理解 侍女们在装扮完黄女时 说的话 的确很美 迎着周围人的打量 米卡尔询问黄女的计划是什么 伊维告诉她 要给能帮助她的人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行动吧 首先就是帕内洛男爵夫人 作为摩金石矿山的管理员 上一世 她的家族对布罗发动了叛逆 如果是他们的话 肯定能成为伊维的助理 见男爵夫人在酒杯前徘徊 伊维上前推荐了果汁 随后她很自然地 和男爵夫人闲聊了几句 让对方放松了不少 接着 伊维提起她看书了解到 他们领地的拉塞托拉河 会经受50年一遇的攻准 让她多多注意 因此有可能造成了灾难 黄女重生后 竟然得了社交牛逼症 对于七黄女给予的警告 南爵夫人震惊不已 伊维提出会让自己的侍女 提前把相关资料找出来 南爵夫人回领地之前 可以来一趟她的处所 对方自然是感激不已 表示明天就会入宫拜访 效果达到 伊维适可而止地结束了谈话 很快 七黄女的身边聚集了很多人 大家才发现 原来七黄女这么擅长社交 他们也对她的专属骑士感到好奇 三黄女一伙见此情况 却高兴不起来 剑布罗周遭的欺压变低 四黄女和五黄子 识趣地走开了 米卡尔一眼就注意到 朝他们走来的两位黄族 伊维知道后 立马和众人表示 自己想去露台拖拖气 转身躲开了气急败坏的胸姐 逃出宴会厅的两人长呼一口气 伊维一个猎蟹被米卡尔扶过 他好久没穿高跟鞋 小布隐隐有些刺口 米卡尔扶着黄女缓缓地过去 然后单膝跪地握住 对方的狱卒施展多 伊维被他的举动惊得内心 莫名的情愫在两人之间渐渐流转 突然 米卡尔警觉地就要拔紧 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黄女殿下 我等您很久了 来人自称阿尔文 十分钦佩殿下能够发觉 被低估的人才 而伊维却猛逼了 因为他是雷德蒙伯绝佳的次男 现任礼宾司的管理员 也是未来的大贪官 阿尔文是个关系货 因为一次祭祀失误遭到贬值 又再次利用父亲的力量 成为出纳国 从那时启成了出纳部的实权者 开始各种贪污腐败 就连伊维也是其中的受害者 不知道转移走了 他多少预算和奖金 虽然好几次都试图告发他 但他善后做得太好 没有机会 这么一想 他在某些奇怪的领域 还挺有太能的 米卡尔询问黄女认识他吗 见阿尔文一副可怜兮兮的小狗模样 伊维知道 他一定是留意到 自己在宴会上接触了哪些人 要是与这么会察言观色的人为敌就麻烦了 于是灿烂一笑 表示很久以前就想认识他了 女人被一群男人刁难 男人及时出现英雄救美 黄女的话让阿尔文心花怒放 不自觉地把上级怎么埋态自己的都抖露出来 这也让伊维猜想 或许前世是因为阿尔文的上级阻碍了他的仕途 所以才闹便利搞贪污的 他打算给对方一次机会 伊维提醒阿尔文立刻去李宾部看一下 今天把黄女的检则事上使用了很多技品 他推测可能有很多没有得到使用许可 阿尔文不愧是察言观色的好手 立马就明白了其中厉害 不由的也对七皇女图满了崇拜 再伊维的只是夏利玛撒鸭子去处理文件 打发走阿尔文的伊维瞬间感到疲惫至极 轻轻依靠在米卡尔身上寻求未解 这是没预想到的事情 因为害怕失误他止不住的发抖 幸好现在完美的解决了 但现在还没结束 伊维还需要填补自己政治背景不足的注目 他让米卡尔现在离自己稍远一些代理 眼前这些少爷在帝国学院上学 他们都很优秀 家世也很显赫 虽然不是长子没有继承权 但其中有两个人成功继承了绝诺 伊维上前询问他们可以给他一杯酒吧 短暂的沉默后 黄毛率先开口邀请他来自己旁边坐在 伊维没想到传闻中无理的卡丽会试着反应 不仅怀疑他有什么企图 伊维表示自己很好奇帝国学院 想听他们说说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直到伊维的酒杯空吗 几个人蜂拥而上 等他反应过来才发现自己手里竟然有两个酒杯 他们不知给伊维将饮料换成了酒 还递给了他不能被拒绝的酒杯 伊维意识到他们是想用酒杯戏弄自己 卡丽表示可以把酒杯给他 伊维知道这样做就要听取对方的要求或付出一定代价 他突然意识到或许一开始卡丽就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其他人只是在配合他 伊维陷入了思索 米卡尔突然出现拿走他的酒杯要替他喝 伊维还没来得及阻止 他已经一口喝光了 又看上姐姐的男人了怎么办 伊维带着米卡尔告别了皇室学院的众人 对于他完全忘记了专属骑士的存在这件事 伊维有些理亏 因为一直以来也没什么人帮他 所以他没想起来 他也知道最后那两杯酒的度数很高 因为以前受过不少类似的人 米卡尔听后不由自主握紧的拳头 告诉他自己的酒量很好 以后不想喝的高度数酒都可以交给他 伊维为刚才的事向米卡尔道谢 同时也很感动 因为出现了站在自己这边的人 真的很令人开心 八皇女终于和他的专属骑士登场了 宾客们赞叹着罗塞的美貌 同时也对他的专属骑士感到特别 罗塞很满意大家的感觉 简泽式上虽然受了些苦 但很值得 就在大家纷纷恭贺八皇女的生日时 四皇子和五皇子通过人群挤了进来 吵吵闹闹着埋怨自己等了好久 还指责希尔让妹妹费心 罗塞尴尬至极 这俩猪队友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没有练金术才能 好在三皇女及时出现还为他解了位 希尔也就是向他献上了自己的忠诚 伊维看着这一幕稍稍放下了心 罗塞好像对希尔也很满意 现在米卡尔也成为自己的专属骑士 但他又担心 罗塞再次被米卡尔迷住的话 过去的那些悲剧又将上瘾 他绝不能让那种事发生 虽然很反感和罗塞见面 但今天无可奈何 他应该去和宴会的主人打个招 吃瓜群众见七皇女前来祝福 自然而然的就将两位皇女放在一起里 以至于伊维上前祝福时 罗塞只是强颜欢笑 明显是被其他人的反应伤到 伊维想在受牵连前赶紧出 罗塞却叫住了他 想让他介绍自己的专属骑士 伊维如遭雷击 生怕罗塞又对米卡尔感兴趣 他有些慌乱地介绍了米卡尔 却见对方没什么反应 只是直直地盯着米卡尔 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 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手 妹妹刚刚有了骑士 却盯上了姐姐的骑士 从不主动向别人伸出手背的罗塞 此刻却让米卡尔亲吻她的手背 现在米卡尔的面容分明被遮住了 难道她只是想纠缠一次试试 亲吻帝国白玫瑰的手背是很荣幸的事 所以都认为主人是不会介意的 伊维觉得罗塞太拙恋了 她心痛地看着自己的专属骑士 亲吻罗塞的手背 难过地棱在原地 之后轻挑了一眼旁边 伊维不想让罗塞和米卡尔 以这种方式捆绑在一起 只见米卡尔抬起手拨弄头发 然后不经意地擦脱 这直接给伊维看傻了 米卡尔注意到了皇女的错误 便小声告诉她 因为与你不同 和她接触很不舒服 阴霾瞬间烟消云散 伊维控制不住地笑吐了猪叫 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宴会亭 这时 皇帝终于出现了 他亲切地向罗塞表示渡喝 一旁的伊维也上前问候了父母 皇帝对她的出现有些意外 更多的是赞许 皇帝告诉罗塞为她建了白玫瑰庭院作为礼物 看着两人父慈自笑的温馨场面 伊维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吃瓜群众也开始议论八皇女比七皇女更受宠 伊维不免有些低落 与其那样被议论 还不如当一个原本就不受宠的苦命皇女 神情恍惚中 米卡尔出现在身旁轻轻牵住了她的手 伊维看出来 在这种小问题上 米卡尔也想让她知道她站在她这边 不禁感到欣慰 皇帝看着状况有些心虚 让伊维如果有想要的东西也说出来 作为她任命专属骑士的奖赏 本来还想让伊维考虑一下 可她现下还真有想要 那就是搬离现在的住所 因为现在的房间太小 如果能有化妆间和沐浴阳光的露台就好 皇帝没想到身为皇女 伊维连化妆间都没有 不禁大惊失色 稍一思索 她便把东边别宫的心律宫赐给了伊维 这让众人震惊不已 只因为到现在为止 能被赐予代名字宫殿的只有三皇女 任怀疑皇女要对自己图谋布 皇帝将心律宫赐给了伊维 在这之前只有三皇女被赐予了代名字的宫殿 宾客们的风向立马变了 七皇女更受宠的结论甚嚣沉上 甚至有人提出 以后皇室的版图说不定要变了 相对于宴会主人公的八皇女 和独揽皇室风骚的三皇女 此刻的七皇女可谓是春风得意 但伊维并没有忘记自己今晚的幕 她透过人群看到了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客人 急忙辞别了拍马屁的吃瓜群众 带着米卡尔一看 这一幕被布罗看在眼里 即便伊维被赐予了代名字的宫殿 她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毕竟她连书密院会议都无法参加 即使陛下有什么生意 继承皇位的一位后补也是自己 不然 卢奇尔德小伯爵坐立不安的出息 她因为早堂事业来拜访三皇 却见对方转身就走 只留下一句 站在这里的应该是卢奇尔德伯爵才对 另一边 伊维几乎累到虚脱 米卡尔表示去找个能休息的地方 却听伊维提议去珍珠母贝之房 那里其实是皇宫公认的性爱场所 见七皇女主动邀请自己进去 米卡尔轮在了当场 他机械的同手同脚的迈进房间 伊维本来不明白的 突然就脑袋开窍大笑了起来 他让米卡尔不要紧张 自己没有要实践的想法 然后邀请米卡尔一起坐下 只见他浑身僵硬地缓缓落躲 然后注意到这里安静了 还以为没有人在 伊维解释因为有隔音结界在 所以听不到 他知道米卡尔擅长攻击魔法 而自己的特长是把魔法综合在一起 完全没有攻击魔法方面的天涵 米卡尔却因此感到庆幸 因为自己现在成了皇女的店 以后应该没有需要她亲自出手的战斗 虽然觉得这是 刻印后的专属骑士理所 当然会说的话 但伊维不知为何心情很好 随着外面传来通通的声音 他们知道宴会最后的环节结束 伊维拜托米卡尔去把 今天的最后一位客人带过来 被竟然偷偷拐走了姐姐的专属骑士 米卡尔找到了正借酒消愁的小伯爵 表示七皇女想见她 四世早已料到她会犹豫 米卡尔告诉小伯爵 殿下说 绝不会让小伯爵白白浪费时间 想到三皇女对自己视而不见 小伯爵果断答应了下来 而这一幕也被罗塞看在了眼里 见到小伯爵后 伊维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卢切尔德因为皇室工艺事业 面临的巨大危机 自己好像能提供公主 随后伊维将三皇女的计划说了出来 那就是她从一开始就以开财量 减少唯有自己高谬精神的家 副帝就是摧毁卢切尔的商货 然后让陈思利商团低价收购 从而拿下国道重振事宜 听到这些的小伯爵有些头大 陈思利商团是帝国三大商团之一 也是三皇女政治资金的来源 但偏偏现在资金已经建立 难道是因为囤积摩金石 伊维表示 囤积的摩金石没办法马上处理 所以出现了临时性的资金困难 如果囤积的事情被发现他们有 小伯爵顿时恨得咬牙切实 他们家族因为摩金石才变成这样 三皇女却在大量囤积 是自己太天真了 这种情况下还在全心等待着三皇女 伊维伸手安抚 让他不要自责 从现在开始他会帮助他 不久之后 小伯爵已经荣光焕发地开始期待写事宜 两人很有默契地达成共识后 小伯爵便告辞了 伊维也同样松了一口气 伊维读指了陈思利拿下走床事宜 就可以避免未来公共早上的策打独裁事宫 挽救超过三百名平民的伤亡 这会成为阻碍不罗的第一步 此刻伊维突然想起了米塔尔 小伯爵都已经离开了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伊维起身呼后米塔尔 却见走廊上空空如雨 他一路寻找之下 遇见了孤身一人的希尔 得知对方也正在寻找八皇女 伊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或许是罗塞把米塔尔带走了 被看上了姐姐的骑士 竟想让他士气 眼看着七皇女在自己的生日宴上大出风头 八皇女不满极了 况且现在伊维姐姐和专属骑士一下子就消失了 难道是去了珍珠母被织房吗 想到这里罗塞感觉心烦意乱 一抬眼正巧看到了米塔尔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他悄悄跟了上去 果然是到了珍珠母队之房 罗塞不禁浮想连天 难道他们是要三个人一起 想到这里他感觉浑身火辣辣的 悄悄姐姐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胆了 不管是刻印专属骑士还是检验 都是他想先完成的 罗塞悄悄靠近 既然如此 那至少要妨碍一下他们 只见小伯爵一个人走进去 而米塔尔却留在门口守候 难道不是他想的那样吗 本来想去妨碍七皇女的罗塞 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走到米塔尔身前打招呼 见他一个人 米塔尔觉得很反常 本能的就有点色索 初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了 八皇女会令他感到不适 罗塞假装天真的跟米塔尔套近 见对方态度冷战 便借自己一个人出来为人 要求他护送自己 因为进行了忠诚宣誓一事 所以米塔尔无法拒绝皇族的要求 他也不想因为这件事 打扰皇女和小伯爵的谈话 只能强忍地不是答应 只是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令人发指得不快 比接受皇帝忠诚宣誓一事时 还要严重 皇宫的庭院中 米塔尔见不如飞 罗塞埋怨他走得太快了 而且还寡言少女 米塔尔除了抱歉别捂他了 直到罗塞停下把手把腿 米塔尔才感觉自己活怪了 可下一刻 八皇女竟然转身面对着他 提出想看他摘下眼罩的样子 米塔尔感到荒唐至极 摘下眼罩就意味着要让他试前 自己绝对不想答应他 可面对他向自己伸出的手 米塔尔的身体却动弹不了 眼见的那手离自己的眼罩越来越近 米塔尔只能在心底呐喊 别碰我 拜托了 眼见的八皇女的手 就要触碰到米塔尔的眼罩 一声呼唤让他猛地解脱了 意味突然出现在两人中间 将米塔尔护在了身后 而希尔也站到了罗塞的身旁 意味质问罗塞 为什么把别人的骑士带出来 却听他脚鞭是米塔尔 看到他一个人才要护送自主 虽然知道罗塞是在说话 但意味没有揭穿他 只是看他一副 把其他人当傻子的样子 有些生气 意味让他和自己的专属骑士 一起继续送你 罗塞口头上答应了 转身却又改变了主 他表示大家都在宴会长等他 还是回去吧 意味担心地看了眼米塔尔 他现在都已经是自己的骑士了 罗塞居然还做这种事 他只希望不要再像上一世一样 看着罗塞终于带着希尔离开 意味询问米塔尔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八皇女想摘下他的眼睛 意味震惊不已 摘下他的眼罩意味着要让他射击 罗塞不会不知道这样做是什么意义 罗塞终究要重蹈覆辙吗 宴会之后 意味在社交界的人气飙升 邀请函多到看不完 之前准备的事情也都在顺利地推进 他感觉很不错 这样下去就不会有问题 意味又找到阿尔文给自己参谋皇室公共费 简单来说就是皇族进行的社会福利活动 如果累计的公共活动积分很高 甚至可以参与政治 所以他准备开始积累公共积分 打开目录 意味在调查摩金石开采厂的实际情况那一夜停下 阿尔文提醒他可以选择比这个靠前的活动 意味知道 在他之前挖掘并支持艺术家的活动 艺术家出名之后根据他的名气 自己可以获得很多公共积分 但因为不确定性所以很难作为主力活动 在阿尔文推荐了几个他能做的公共活动后两年便离开 米卡尔询问意味是为了今后能够访问摩金石开采厂 还想积累公共积分的吗 意味表示他想在上半年区探望开采厂的霍门克鲁斯 也想尽快改善他们恶劣的生存状况 吃醋了 竟然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调戏他的主人 皇帝带着几个皇女一起来到了新绿宫 意味觉得正好趁这个机会确认一下布罗的专属骑士 因为他经常换人 所以很容易搞混 看着眼前英俊高大的骑士依来者 意味想起来 他是很少见的能够长期担任布罗专属骑士的人 也有传闻说他令姐姐满意的秘诀 是出色的床上功夫 想到这里一围不由的面色一活 自己怎么会进行这种想象 他抬眼看了眼对面的依来子 正好和对方的眼神交会 只见他冲得一围微微微一响 眼角的泪质格外动 纯情皇女哪受得了这种梦 羞的转过头去不敢再看 这反应被米卡尔捕捉到 他注意到对面男人正扑翅笑出 顿时面色一寒 竟敢招惹自己的主人 要不是现在行事所 米卡尔绝对要将他 摁在地上使劲摩擦 三皇女赞叹了一下新御工 见伊维喜欢 皇帝也很是高兴 只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没能得到带名字宫殿的姐姐们 不开心地抱怨了起来 三皇女见皇帝面色不善 出言打断了他们 随后他向父皇提起了 重建和开发事业 表示自己想参与 伊维察觉到布罗 就是为了说这些话才怪 一边向父皇展示他的政治嗅觉 一边将收益颇丰的事业 集中到自己这一方的 陈思利活跃身上 其实就是想看到伊维 在无法忍受的话题中 冲撞富兵人 这一是自己不会轻易被他攀养的 皇帝见布罗 对事业的内容很好奇 便解释他想把东部的平民区 迁移到南部的开发区 接着就得到了布罗的影响 让平民迁移到 经常被魔兽袭击的南部 在这期间发展东部 来缓冲南部的损失 布罗看着专心喝茶的伊维 阴险因效果中 还可以利用平民去开垮皇帝 伊维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就算是不缴难赴税的平民 抢夺了他们的家园还不够 还要让他们成为新的人肉护兰 去开垮皇帝吗 那么伊维会怎么做 他会再次陷入三皇女的圈套呢 女主要不活了 女主又在自己眼前被调戏了 伊维告诫自己要忍住 现在出面只会惹恼富皇 三皇女看伊维还挺能忍 便决定再添一把火 她向父皇提议由皇室 先借钱给平民买房 然后将他们的信息登记到谷义里 给他们提供功果 但伊维却清楚 登记后就必须要交税 这两个人不仅想让平民 去当人肉炸来 还要炸干他们最后一点劳动力 伊维终究还是表态了 他不赞成 如果这样做 平民们肯定会拒绝搬钱 布罗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皇帝则冷眼看向了李维 短暂的沉默过后 伊维解释房子和工作在中央 也没法和生命相提并运 如果强行让他们搬走 那么父皇在百姓心中 一定会威信他 看着皇帝陷入了思索 伊维紧张至极 他祈祷这次一定要和以前不一样 布罗问他有什么办法 难道让父皇放弃开墾 见伊维沉默 他以为果然如此 却听伊维坚定地否定了 还表示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在开墾地区的外围 给骑士们建造住宅 听到这话在场的 无论是骑士们还是皇族都震惊过 只听伊维继续阐述 只要将骑士轮流派到开墾地区 就能提升边境的防御力 皇帝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要是按照三皇女的地方 皇室就要为平民建造房屋 而按照七皇女说的去 等那些霍门克鲁斯死后 房子又会回到皇室身中 他不禁夸赞伊维的点子太棒了 布罗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的表示 没想到伊维竟然能想出这个办法 知道他又在试探自己的伊维危险 因为对他来说 帝国的利益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回答让皇帝心为无骨 而伊维却知道 虽然这个方法看似对霍门克鲁斯没好处 骑士可以让他们拥有居住球 是他们拥有人权的第一步 在这之后 皇帝明显更倾向于伊维的意见 这让布罗愤怒不已 带他们走后 伊维和米卡尔正讨论骑士们 听到他的提议后的声音 却听是女通报 伊莱泽又回来了 舒适来拿三公主落下的丝带 伊维让她进来 伊莱泽张望过后表示是她看错了 随后丹西跪在皇女身前请殿下原谅 并伸出了自己的手 伊维一边暗骂这该死的礼 一边伸出手 只见伊莱泽缓缓地抬起皇女的手 慢慢地靠近 然后在上面留下了一个想念的 伊维和米卡尔都惊讶地张大 看着抬起头一脸明媚笑容的伊莱泽 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一人嚣张地在皇女的手背上 落下了显然的意义 见三皇女下的急忙抽回了手 伊莱泽微笑着道歉 但很荣幸能亲吻殿下的手 伊维脑门上都冒汗了 催促她赶紧回去 只见她缓缓地走到门口 然后又回头媚婆一笑 看着终于关门离开的伊莱泽 两人如释重负 米卡尔恨得咬牙切齿 早知道会这样 她就该打断她的手 伊维则轻轻擦拭自己的手背 让她还是不要招惹 三公主的专属骑士比较好 米卡尔猜测这应该不是三公主受用 伊维还以为是布罗姐姐 故意派她来恶心自己 那她到底有什么目的 伊莱泽在明知道 三皇女非常花心的情况 却依然拼尽全力成了 她的专属骑士 无非就是因为三皇女 是最有可能坐上皇太女之位的 这样的机会主义者 竟然对自己按送说过 但伊维并不担心 因为这种关系在她眼 已婚外形更让人忍心 米卡尔在一旁感慨 上次那个公主让她吻她的手 这次又有骑士来吻皇女的手 她听说皇宫里的人 会把专属骑士当礼物一样送来送去 伊维有些甘大的承认了 毕竟在皇族眼里 霍门克鲁斯算不上人 但她让米卡尔放心 自己不会再要其他骑士的 米卡尔却笑着表示 是担心自己会被别人抢走 本来只是句玩笑话 没想到伊维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米卡尔只好顺着说 看来自己要做好被送走的准备 伊维让她放心 自己不会答应的 如果对方强行要走她 她转过身子 郑重骑士地向米卡尔保证 自己会跟那个人斗道 米卡尔有一瞬间正中 看着皇女再次向自己保证 还有她令人安心的笑容 这一刻 徐徐的微风 不止吹进了房内 也吹动了她坚硬的内心 米卡尔知道自己 被皇女彻底烙印了 皇女和她的专属 其实出门约会了 为了积攒公共积分 皇女带着米卡尔出了宫 活动结束后 伊维提议去城里逛逛 正好现在正在举行庆典 评论区又来新玩法了 把小兔子复制粘贴后 去掉前面的名字 再加上不同的表情 等你解锁更多新玩法哦 快来挑战吧 米卡尔看着琳琅满目的街景 也是心生向往 却还端着一本正经 表示如果皇女想去的话 那就去吧 走在路上 皇女期待的面孔 她还是叫了出来 没想到这一声呼唤 却让皇女瞬间 和上一世的米卡尔疼蝶 直到米卡尔再次叫她 伊维才回过神来 让她就那样叫自己吧 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突然从胡同里 冲出一个女人 和她撞了个马回来 幸好米卡尔及时扶住了伊维 看着倒在地上的女人 伊维感觉有些眼熟 直到听到一个男人 呼唤她的名字 立默暖 伊维才恍然 他就是未来 那个王杜最棒的歌手 仿佛看到自己的偶像版 伊维露出了星星面 就算对文化生活 莫不关心的自己 也保留着她的录音模像 每当在皇宫里受欺负时 她的歌声总是能抚慰自己 而现在 她还是一名无名歌手 只是立默那 伤心地看着舞台上的歌手 那本来是她的舞台呀 她不甘地大喊 让那种音痴代替自己 剧团主是耳聋了吗 毁灭吧 飞马化剧团 伊维在一旁递上了手帕 询问她发生什么事了 丽莫娜感谢过后介绍了自己 随后一把扑到了伊维的魂 哭诉因为自己 没有答应剧团主儿子交往的要求 她就把她出名了 看着慌张的黄女 尼卡尔大呼放肆要上前阻止 却被伊维拦住了 原来丽莫娜在成功之前 也经历过很多磨难了 她轻轻拍着对方的后背 就像她的歌声 给予自己慰藉一样 她也想要抚慰她 不久后 丽莫娜站在了原本属于 她的舞台上放声高歌 尼卡尔不明白 对初次见面的人 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吗 伊维解释支持优秀的艺术家 也是皇族应该做的事情 虽然没听过她唱歌 但她的直觉不会错 离开时 丽莫娜找了过来 她握住她的手 想知道恩人的名字 伊维虽然没有跟人牵手和拥抱过 但她并不反感这样的接触 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离开后的伊维提起 刚才的歌曲真的很棒 她笑着告诉米卡尔 以后她可以更加期待 丽莫娜的表现